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近日,高通骁龙8进4刨分成绩在社交平台上流出 对比骁龙8进3,骁龙8进4的成绩又大幅提升 说白了,骁龙8进4不仅被刺骁龙8进3用户 而且性能直逼苹果A18 具体而言,在GQMAN6刨分软件上 骁龙8进4单核成绩2845,多核成绩10628 在多核性能上的提升非常高 也是高通第一款跑分过万的手机芯片 与Galaxy S24 Ultra的7249分相比 提升幅度高达46% 单核分数提升大概27% 安兔兔跑分方面 高通骁龙8进4总成绩突破了313万分 GPU单向就拿到了133万分 与目前的骁龙8进3手机相比 大概提高了90万分左右 提升幅度接近40% 是骁龙史上的最好表现 毫无疑问 骁龙8进4有望成为 近几年高通骁龙系芯片总和改变 和提升幅度最大的一代 接下来Tiger就来结合目前一致的消息 对骁龙8进4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和解读 其实 早在骁龙8进3发布之前 数码圈就这样一个说法 骁龙8进3只是一颗过渡芯 原因也很简单 一方面骁龙8进3并未更换新的架构 另一方面 骁龙8进3会很有可能成为高通最后一代 10万核心架构的芯片 而骁龙8进3发布之后 其实基本也就能够坐实这个结论了 它就是过渡芯 它的CPU单核性能提升很小 而CPU多核性能的提升 则完全依赖于多了一颗大核心 GPU也是常规升级 而且骁龙8进3的CPU单核性能提升幅度 是历代最低的 说白了这就是ARM核心的锅 最近几年ARM核心的IPC提升幅度实在是太小了 提升性能全靠频率和对核心 这一切都是因为高通要放一个大招 根据目前比较确凿的信息 骁龙8进4依旧会采用台积电工艺 并不会选择三性的工艺 这一点基本可以确定 高通这次也会如愿地用上台积电的N3工艺 而且是台积电最新 最成熟的N3E工艺 苹果A17 Pro使用的是N3B 很多人认为N3E是N3B的简配版工艺 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认知 根据台积电的说法 N3E和N3B是完全不同的两条技术路线 之所以要开发N3E 主要是因为N3B的性能 工艺以及量产目标均未达到台积电的目标 N3B用上了创新的阻挡工艺 以及FinFax技术的导路 相比N5工艺增加了约60% 在相同功耗下 速度提升18% 或者在相同速度下 功耗降低32% 简而言之 N3B工艺的适用密度 虽然优于N3E 但是反映到量产的芯片上市 其综合表现并不出彩 现实例子大家直接看苹果A17 Pro就行了 有消息人士表示 高通骁龙8进4除了原神45分钟 稳定1080P之外 其实远比想象中要强大 骁龙8进4所采用的N3E工艺 性能要高于iPhone15 Pro系列所使用的N3B 整体漏电率表现更好 整体密度低5%左右 换言之就是密度更低 性能更优 补充一条十分准确的消息 高通自研的Newware架构的性能和能效都非常强 规格和设计十分像苹果 以目前的初期流片表现来看 能效已经强于当前的A系 苹果最后能效与CPU的仅存优势可能没有 此外 骁龙8进4大核功耗约为5.4瓦 单核性能提升约为20% Adrenal 830的性能提升约为10% 所以 对于台积电的N3E工艺 大家还是可以期待一下 骁龙8进4的CPU将会用上自家刚刚收购的Newware所设计的Phoenix核心 一就是8核心设计 二加6双从级设计 大核心是两颗Newware Phoenix核心 预计核心频率会来到3.5GHz左右 甚至更高 传言会达到4GHz 而能效核则是6枚Newware Phoenix中核心 这里之所以要在能效核上打一个引号 是因为这次高通的能效核 和曾经大家以为的能效核根本不是一个概念 Newware PhoenixL 本质上就是Newware PhoenixL的阉割核 你甚至可以理解为是低频版的超大核 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说 你可以等效的理解为 骁龙8进4将会采用全Quartex X5大核心设计 作为对比 行业内首歌上马全超大核的天机9300 也是X4超大核加Quartex Z720核心的组合 顺便提一嘴 目前高通内部其实也有两套方案 全X5超大核和全自然架构 像骁龙8进4这种全部全性能核的做法 在一栋端还真未见过 得益于全大核的设计 骁龙8进4的峰值性能 自然就不需要多说 非常顶 但是这很考验Nuvel Phoenix在中低频下的能效表现 也就是非常考验芯片的架构性能 看看高通这波把苹果核心研发团队挖走后的表现 根据目前的消息 骁龙8进4的CPU多核性能跑分 可以达到1万分以上 大家可能还没有意识到 这是一个什么恐怖的分数 苹果最新发布的桌面端芯片 M3芯片的Jekbench 6.1多核跑分 也就只有11863分 有些小伙伴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 不过我们略微一推算就能发现 这其实是一个很有可能达到的跑分数据 目前手机芯片中CPU多核性能最猛的芯片 是天玑9300 其在Jekbench 6.1中的CPU多核跑分 可以达到7900分左右 这个分数相比于天玑9200的5150分 直接提升了54% 那么骁龙8进4作为采用全新工艺加核心 加全性能核的旗舰芯片 相比天玑9300 在提升20%到30%是很正常的 大家可以直接用7900乘以1.25后 这个分数就已经达到了1万分 所以这个跑分数据并不是夸大其词 根据目前得到的信息 骁龙8进4所搭载的GPU将是Adreno 830 这一代主打的是提升能效 因为上一代的Adreno 750在性能端的表现 已经非常的强悍 根据高通一贯的做法来看 这一代的GPU提升幅度将会缩小 根据国外数码博主的说法 Adreno 830相比骁龙8进3的Adreno 750 性能提升幅度在10%左右 考虑到工艺升级 其能效比有望会变得更好 骁龙8进4可以在1080P元神下 唱完元神超高画质 从高通以往的发布节奏推断 高通骁龙8进4应该会在今年的骁龙峰会上亮相 时间应该是第四季度 预计三星 小米 OPPO Vivo 魅族 荣耀都会推出 搭载高通骁龙8进4移动平台的机型 首发机型可能会在今年年底亮相 以上就是Tiger对骁龙8进4这颗SOLK的前瞻汇总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骁龙8进3用户 会被骁龙8进4被刺猫 和苹果E18相比 骁龙8进4有胜算吗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